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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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最年輕的一個華人的得主 憑藉他的天賦跟努力 成為今天家喻戶腳的一個聚心 他個人對於一頁四頁的投入跟努力 很值得我們欣佩 是在感動靈心 而且能夠得到大家的肯定 最後呢 我預祝林立平先生這個鋼琴獨奏會 勝利圓滿 很高興 然後再次來到臺灣 在臺北和高雄舉辦音樂會 然後在臺北是獨奏會 然後將會演奏復華談談會 然後也是第一次在臺灣自己演奏 然後在高雄會也是首次演奏 這個裁作副事記的第一號上映協作曲 因為前幾天我也剛剛在北京的 國家大學演出完就非常好 也希望這次來臺灣演出成功 演奏律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一直在看 他好像演兩三次才靠著音樂會 所以特別把這個音樂曲放在高雄這邊演出 其實對高雄來講他們才反映震撼的 就是覺得這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這樣子 會後李雲迪接受本網記者專訪 除了以後李雲迪 除了針對音樂會演出曲目 做更深入的探討 同時也安排一些音樂專業以外的問題 希望使觀眾能看到不一樣的李雲迪 這次主要的重點的作品是一個是 《圖畫展覽會》 然後另外一個是 《柴克夫之記》的《鋼琴協奏曲》 這兩部作品都是我第一次在臺灣演出 然後同時也是我目前非常喜歡的兩個作品 也是大家非常歡迎的吧 所以說我這次非常希望能夠這兩個作品能夠讓大家喜歡 同時也希望大家更了解這兩位作曲家的優秀的偉大的作品 其實在每當我們去演奏一部新的作品的時候 都會去試圖了解這部作品的內容和它的意義和 當時的這個所創作的這個年代的一些東西 所以說這個是對作品的一個 了解的一個最基本的一些要素 那之後呢 多部分是演奏家根據自己對作品的感受 和專業的一些角度去通過專業的技術 去把它展現給觀眾 然後同時也加入了自己的感情 和自己的一些更多的想像的東西 要說轉變的話 我想蕭邦應該是對我影響的意義最大的 因為我應該說從成名開始走向這個演奏 生涯道路在全世界各個世界各地去 最好的舞台去有這個機會去展現也是 相信是蕭邦的比賽 蕭邦應該說帶給我的吧 所以說我也非常感謝蕭邦 我覺得在我這個時代 應該說我們這一代人的話 其實首先欣賞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因為音樂本來就是給大家帶來快樂 帶來一種輕鬆和一種放鬆的一種氣氛 而且是心靈和精神上的一種享受 面對批評我會去仔細去看一看 是不是我在某一些地方 有沒有是不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同時呢 我如果首先因為對於一個創作者 或者演出者來講 隨時都會應該說會有喜歡的 有不喜歡的 就像我吃飯一樣 這個菜我覺得好吃 可能有些人覺得不好吃 所以這是因應而異 所以說這個也不至於重要 重要是自己把自己最好的一方面 發揮出來就行了 你自己在網路上 有一個中國的牧村座 在這個身後 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沒有我覺得這是大家的 其實大家的觀眾的 或者媒體的一些說法 我覺得自己是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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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好 擺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